中学还教书的时候 然后就是去那个哪 去这个就跟那个海淀区的这些个教员员们 然后一块去出去活动 活动的时候 后来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这个日本史和韩国史 然后他们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一般世界历史 这个都应该是喜欢什么英国美国呀 你怎么喜欢这个韩国呀 什么的这个 你怎么喜欢那些这个历史呢 因为我说我觉得这个日本史和韩国史 都是中国史 因为他跟中国特别像老师 就是人大附中的李小峰老师 其实他们比我都强太多了 就从史学造诣 还是从这个教学的这个基本功都比我强太多了 那李老师是这个北京市目前唯一的正诀问道 大吉了 家里七千本藏书 大部分都看过 所以那李老师就跟我说 说不对 你说的不对 我不是说日本史 韩国史都是中国史吗 他说韩国史都是中国史吗 他说不对 他说这个这个 都是韩国史 逗逗我哈哈大笑 是吧 因为这个韩国人不是什么都是他的吗 是吧 这个这个端午节也是他的 孔子也是他的 是吧 这个这个 岳飞也是他的 什么什么全是他的 所以他说那个你说的不对 都是这个这个韩国史 那就那就那就都是韩国史吧 其实呢 这个韩国的朝鲜半岛 他的土著居民 是在这个南部 是在这个南部 就是说这个南部呢 有三个大部落 陈寒 马寒 汴 汴 所以这个这个呢 称之为三寒 其实这个寒呢 就是这个 就是大的意思 就是大的意思 那所以这大韩民国 实际上就是大大 他这个 就有有一年 这个就是 我参加了两届 这个中日韩 和平教材交流会 那中国日本韩国 三三国的老师 那在一块 这个交流 交流的时候呢 这个 就是 当时这个就是 特别有意思 就是韩国老师 发言的时候啊 我诚心不带那个 同声翻译 我觉得好玩 是吧 但是我一听这个韩语吧 就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好多 我都能听得懂 就是比如说那一些个 他一些个很高雅的词 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这一听这都是汉语 都是汉语 所以他这个 这个好多这个 这个这个词啊 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们只能凑合来了 因为我 现在是在家里直播 那公司小孩都 都不在边上 不在边上 没人能够帮我 我会 我会这么弄 能播就已经不错了 这个 所以所以所以大家就凑 凑合看吧 那我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那因为我对于手机啊 电脑啊 对于这些东西 我基本就是一个白痴 那所以这都是小孩们 给我弄好了 让我 让我怎么弄 我怎么弄 那所以你们 不要指望着 我会解决这些个 技术上的问题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 呃 但是在朝鲜半岛 那最早建立的 这个政权 那并不是这个 呃 韩民族建立的政权 啊 咱们讲 商周王有几个叔叔 是吧 大家看风神演义都知道 是吧 威子 是吧 齐子 还有比干 啊 比干因为这个 劝谏商周王啊 被挖心而死 啊 后来呢 就成了这个这个 财神爷了 就变成财神爷了 是吧 然后这个 呃 威子 开国的国君 而且还是公爵 啊 然后这个 齐子 在这个商朝 呃 灭亡之前 是吧 这个 就感觉到 大势已去 那出奔这个 呃 朝鲜半岛 啊 在那儿呢 就建立了 这个 齐子朝鲜 啊 后来这个 呃 商朝这个 呃 武财神是赵公明 文财神是笔干 那现在也有把关公 当成财神爷的 啊 然后这个 呃 这个国家 那就是这个呃 这个这个这个 齐子朝鲜 那这齐子朝鲜存在的时间非常长 那特别是这个呃 当这个周朝建立之后 那周武王的时候呢 其实还策封这个呃 呃 齐子成了这个周朝的 附庸 是吧 然后这个呃 齐子朝鲜 建建国之后 是吧 就是统治这个 呃 朝鲜啊 一千多年 是吧 统治这个朝鲜 一千多年 是吧 直到这个 什么时候呢 就是这个呃 战国末年 啊 这个燕国人未满 眼看着这个燕国呀 要完了 齐子之地 是吧 到齐子之地呢 然后他就推翻了 齐子朝鲜 那建立了这个 卫士朝鲜 那这就是这个 朝鲜历史上的 第二个这个 国家 那卫士朝鲜 这卫士朝鲜呢 从战国末年 啊 到汉武帝 而且这个 魏满巨能活啊 那活了一百多岁 才死 那然后这个 传了那么几代王 那后来呢 就被汉武帝的时候呢 给这个 灭掉了 啊 汉武帝灭了 这个 卫士朝鲜之后 北朝鲜了 那今天的北朝鲜啊 建立了这个 呃 这个四个 郡 所以这就是这个 朝鲜历史上的 这个 汉四郡时期 这个 这汉四郡当中呢 有一个郡的智所在平壤啊 就是那 乐浪啊 悬翼啊 这么四个郡啊 这个其中有一个郡的智所啊 在这个 平壤啊 这就是今天这个北韩的首都 那这个地名等于是 汉朝就这么叫 那不 那就第一 就一直这个 呃 进入到这个 这个 就一直是在汉朝的版图之内 是吧 我讲了这么半天了 怎么鲜花啊 汽车呀 蓝波基尼啊 什么飞机啊 蓝色妖姬 啥都没有啊 是吧 你们说卡 那有人能看 有人不能看 是吧 这个 我也没办法 卡我没办法 是吧 我也不能关 我一关了我就不会再开了 那所以我这是好不容易这个 学会了用用用用这东西 除非是 以后在公司直播 那随时这个这个 这个小孩们能够这个 呃 随时小孩们可以帮我这个这个 弄啊 帮帮我呢 这个 一直存在到公元前后 那就是到这个 往往篡汉的时候 是吧 往往篡汉的时候呢 等于是 这个 就是这个 跟周边的这些个附属国 包括跟西域啊 是吧 跟这个 匈奴啊 跟很多地方 好好 豆豆昧称已存 谢谢谢谢啊 给我这是什么 是棒棒糖 好 这个 豆豆昧称已存在 好 谢谢啊 这个 汉四郡的时候呢 等于就是这个 存在到了这个公元前后 是吧 这个 就已经 王莽窜汉之后 这个这个时期呢 就已经结束了 那 那么这个 朝鲜半岛上呢 就崛起了这么几个国家 啊 崛起了这个 几个几个国家 是吧 这个 这干嘛 这个 当时的这个半岛这个南部 半岛也太好玩了 这个 半岛的这个南部呢 这个 兴起了这个 百计和新罗 这个百计和新罗呢 主要是这个 三韩 中国的这个文化 跟中国的这个这个文化 哇 小元子送了一个什么 布加迪威龙 这是什么玩意儿 车 嗯 谢谢啊 又送了一个 哇 太好了 这个 当时这个 陈寒跟中国的这个关系啊 是最近 那 以至于这个陈寒呢 被称为秦寒 那 因为这中国当时是被称为秦嘛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个 半岛南部呢 出现了这个两个国家 那 这个 一个是百计 一个是新罗 新罗呢 就是这个秦寒建立的国家 让堂 谢谢谢谢 又是一个女神钻戒 啊 很好啊 然后成这个马寒呢 建立的是这个百计 半岛北部 建立的是这个高沟立 但是这个高沟立 这个国家啊 就是这个这个就一直等于是就是今天韩国包括北朝鲜 啊 这个 甚至这个咱们把这个高沟立的这个宫殿啊 墓葬啊 申报为这个联合国啊 人类这个文化遗产啊 然后这个当时这个 这个 啊 有人问福渝福渝在东北 那这个并不在这个朝鲜半岛上跟他没关系啊 我马上会讲到这个啊 然后就这个呃 那当时这个高沟立 那当时这个高沟立他等于是跨就按今天的话讲就是跨境而居的这个国家那他一共存在了700年啊所以这个专门有就是呃战争史研究这个杂志那专门讲过的高沟立的这个历史那桀 一敲不逊700年跟中原王朝啊这个作战哎呦封火送我一蓝色妖姬多谢多谢多谢我是蓝色妖姬好哎那这这玩意好是吧这个 当时呢是这个呃700年的这个城市在中国境内是吧然后呢有300年是在平壤那400年他都他的都城都在今天的这个吉林吉安那这个地方啊所以就是说呃这个 我们认为他的这个首都在中国境内那他的那个什么好泰王碑呀什么广开土大王这个这个这个就是今天韩国最大的那艘 驱逐舰啊最先进的那艘驱逐舰啊他命名为广开土大王号啊这个他这个这个呃有一艘驱逐舰命名为广开土大王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什么呃这个就是呃高沟立时代的国王但是他实际上 就是在呃中国境内啊但是他因为在中原王朝强大武力的这个压力下那所以这个后三百年那他把都城呢迁到平壤那但是他的国土那还是这个就是嗯北朝鲜的一部分那然后这个 啊静而居吗那因此这个他的历史那所以这个就就就就就不对了那因此现在等于就是说这个韩国人认为什么都是他的是吧那就是就是你跟他争就就就就没意思了那你跟他一争就变成你也是他的了那他考证出来你的祖先是韩国人是吧啊小圆子又送一朗波吉尼感谢感谢啊 这个所以这就没有意思了是吧就是说你这个这个呃变成了这个什么都是他的了那那你就跟他去争了啊这个 又又一朗波吉尼好啊那么这个朝鲜半岛的三国鼎立鼎立啊一鼎那就鼎了这个六六百多年那将近七个世纪那你看咱中国的这个三国鼎立实际上才六十年那公元前公元二百二十年那这个曹菊啊演义啊这里边一说那说的这三国热闹极了那实际上咱们说的那些三国故事都是东汉末年那说的那个那都不是 这个这个这个三国时候的事啊曹操刘备啊什么这个吕布啊那都是东汉末年的事那那都是这个那个时候曹魏还没有建立国号还是汉呢是吧什么这个赤壁之战啊三顾茅庐啊草船借鉴啊这些事都发生在三国鼎立那都这个这么多故事那都是这么热闹是吧那么这个像这个人家的三国真是好几百年 在这个几百年的过程当中咱们讲过是吧高勾立啊一直跟这个中原王朝关系不是特别好是吧所以这个像这个呃呃呃隋朝唐朝那都曾经讨断大军去只有两千七百人生还啊一百零九万大军去只有两千七百人生还是吧 所以你一看他那个真高利打的那些地方根本都没有那时候是吧就是这个无相辽东浪不要去辽东宋就是说等于就是 一个这个很重要的就是特别的这个这个呃呃就是根本就是人家跟你一号啊耗到冬天啊你就根本就就就就就就不灵了啊而那个时候呢又没有棉花啊那这个当官呢可能穿着这个皮革啊穿着皮皮球是吧穿着这这这些东西啊那当兵的呢他根本就这个这个 这个没的没有这个棉棉花是最不这个就怎么就非常非常的多啊因此呢他就是这个就就就这个呃打不过这个呃高丽呃所以最后为了这个打高丽怎么办啊呃有这么一个招数叫远交进攻啊随方出兵啊光从这个这个这个呃就是中国东北 出兵去消灭敌敌人啊是肯定是不行的啊不行的那怎么办呢啊你就得在这个朝鲜半岛上啊啊啊找这个高高丽这个 实力这个很强大啊实力很强大是吧这个他这个就是打这个这个就是朝鲜半岛上的另外两个这个小国是吧这个一个是百姬啊一个是这个 新罗啊尤其是这个新罗啊特别这个受呃这个高高丽的欺负啊所以呢这个新罗受高高丽的这个欺负的话那那新罗就呃这个就是高高丽强大的军事压力是吧这个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啊这个这个唐朝呢就跟新罗联合啊去消灭这个高高丽和百姬啊首先是对付这个 这个这个百姬啊灭百姬啊灭百姬的时候啊唐罗联军啊一块这个呃动手啊一块动手啊那么这个这个当时这个百姬啊这个当朝联军打了大败啊然后呢就这个呃叫这个日本啊出援兵啊就是咱们上次这个讲过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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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 终于呃终于呃唐朝跟日本啊在这个哪儿在这个这个呃白江口那爆发了一场大战啊这个把这个呃这个高高丽这个还是这个国力九经沙场啊另外呢像什么苏定方啊这些大将啊唐罗联军一起那进攻这个这个呃呃高高丽那中国呃中央 那中国呃中央王朝做对了700年的大国啊就算是这个完蛋了那灭掉了这个高高丽那那么这个百姬和高高丽被灭了之后那他们的这个王族啊那他们的这个王室王族啊全都被这个唐朝呢俘虏带到了这个长安居住啊 尤其是这个这个这个高高丽人啊都被这个这个带到了这个等于他的这个居民啊就被这个牵走了那就被牵走了所以今天就是后来兴起的这个高丽国跟当年被消灭的这个高高丽啊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了啊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了 因为他这个这个这个人都已经被牵走了啊所以这个呃在这样的这个这个这个情况之下后来的这个高高丽国啊好卡想个折我没折那这我一点是没跟你说这我一点都不懂你们凑合看吧是吧看不了就就就就就拉倒是吧我我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对这网络的东西我也不懂啊这到底是是是是怎么回事是吧这我没跟你说如果要是在公司讲有小孩们帮我弄 那我就听听不到就拉倒啊所以这个这个高高丽呢他就这个被灭掉了啊他的被灭掉了他一被灭掉了之后是吧这个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等于后来的这个高丽啊这个跟这个一开始的这个高高丽啊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啊根本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呃朝鲜半岛呢就进入到 到了这个统一新罗时期啊就是新罗国啊这个 这个 半岛的这个统一啊他也不是说今天的整个朝鲜那而是这个青川江以南那他完成的是青川江以南的朝鲜那那就是基本上是今天就平壤以南的朝鲜是这个新罗国的这个地盘啊而这个平壤以北 是吧基本上这个这个这个呃还都是啊这个中国跟新罗啊就或者说这个 中韩两国的这个边界啊并不是在这个鸦禄江啊并不是在鸦禄江啊而是在这个青川江啊以青川江为界 对吧就是中这个整个朝鲜半岛并没有都在这个新罗的版图之内啊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呃就是朝鲜的这个这个呃就是半岛呢就进入到统一新罗时期 因为这个新罗啊是在这个呃唐朝的支持下完成了几乎这个唐王朝那更加的这个感恩戴德啊非常的这个这个 感恩戴德是吧就是这个这个他的很多这个制度那典章制度那都取法于这个唐王朝那包括他的官制啊那科举制度啊是吧这个呃就基本都是这个就是呃取法于这个呃唐王朝那跟这个这个唐王朝呢这个关系女王啊 还亲自给这个这个唐王朝啊秀龙袍啊然后龙袍上还还写的这个这个很多这个很多诗啊写一首诗啊 然后对这个这个呃什么赵我唐家皇啊之类的啊对对这个唐唐王朝啊恭敬的不得了啊简直就是恭敬的不得了是吧 所以这个这个当时的这个新罗呢跟这个 李唐王朝啊关系非常友好啊 那么随着这个呃这个唐朝国力的这个衰弱啊可能传染到了新罗啊新罗的这个这个这个国力呢也紧随了这个衰弱啊 他主要的这个田制啊田制的这个败坏啊就是他原来他实行这个田柴科制度啊就像像唐朝在搞的这个军田制啊什么 这这些制度那他这个制度败坏啊这个制度一败坏是吧这个 他的这个这个呃就是老百姓就不满啊老百姓一不满地方上呢就产生了这个动荡啊地方的动荡地方让这一动荡啊 所以这个呃朝鲜历史上就是说他这个呃统一新罗的这个局面就分崩离析了 那就特别在这个十世纪初期那统一就进入到了后三国时期啊 啊烽火又送一盘测药机感谢感谢感谢啊感谢啊 就是朝鲜历史呢就进入到了这个后三国时期啊这后三国呢就是后高勾立后新罗后跟这个 后高勾立呢跟这个高勾立啊已经就没有这个任何的关系了啊他这个只是呃名字一样啊只是叫这个名字那名字一样是吧这个但是呢呃 并没有这个关系啊并没有这个必然的联系啊后年这个后高勾立的武将王健啊就这个建立了高立国啊然后就灭掉了后新罗后百姬是吧 那么后来呢等于是这个朝鲜历史呢就进入到了这个高立王朝时代啊从这个926年啊呃一直存在到这个公元1392年啊 就大概其呢相当于这个高立国他在这个建国之后不久那他就跟咱们他一开始是跟咱们这个呃中原王朝那他一开始跟中原王朝呃舒款不绝的这个强大的弃丹的军事压力啊就是这个罚高立那所以这个高立呢就被迫那修筑这个千里七百多公里长是吧这个防备这个中国 是吧还有这个韩国啊当然还有英国英国也有长城啊英国的长城也是罗马人修的哈德良皇帝的时候修的是吧就不得已断绝了跟宋朝的这个联系而奉契丹正硕那以契丹这个为正硕是吧可是这个呃 王安石变法之后那这个宋朝国力强大那宋神宗的时代呢就想联络高立去这个呃加工弃丹那去加工弃丹那因此呢就派了一个浙江的商人那去内交官室外交关系那但是那个呃呃 商贸往来啊有人问韩国人说李世民被杨万春一见射瞎眼睛是不是假的这仨字吹牛逼啊根本不可能是吧这个 但是那个商贸关系那是一直存在的啊所以呢一个这个呃中国这个宁波的这个商人啊就到了高立那当时是这个呃就是 是不是政府派他去的都不一都这个呃不一样啊都都不一定啊也可能就不是政府派他去的是他去那做生意然后他为朝政府派来了啊所以这个高立国不管真假一听说这个天朝上国啊是大宋来来人了来使节了是吧兴奋的呀简直就跟那个赢奥运似的啊啊这个这然后专门呢就把他给赢到这个 赢到这个哪儿啊这个京城啊当时这个高立国的这个都城呢在开城啊在开城啊就今天北朝鲜境内那曾经一度这个北朝鲜在那办过工业园啊后来这个这个呃跟南朝鲜一一一一跟韩国一闹一闹闹别扭呢这工业园这个呃呃也关了那所以这个有风火送我一个飞机谢谢那这个呃 呃呃这个在开城呢这个就高立的文宗啊就接见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商人啊然后这个呃商人呢就跟这个呃这个高立文宗啊就就说了一段话啊说了一段话那说这个皇上跟国也啊 啊这高立古称君子之国是吧自祖宗之士疏款不绝啊从我祖宗那个时代是吧他就经常的这来来来朝拜我们啊来纳贡那输款不绝四后继绝久矣但是以后啊他就好久之间这个好久这个没有这个呃联系了那文旗国主贤王王爷 啊所以要把我的这个问候转达给这个高立国王啊那么就这一番话说完啊就这只是中国的这一个商人啊他说啊他代表这个宋朝政府来的然后呢他这个他说啊呃宋朝这个跟这个两折道的这个都转运使讲了这样一番话啊就是跟浙江省委书记讲了那番话 那都是说他听说的就这些话说完啊高立的这个文宗已经是泪流满面是吧君臣上下呀就是这个痛哭流涕是吧没想到那个就是我们被契丹征服了那大宋不嫌我们卑鄙那还说我们是君子之国那还一直这个这个这个来就恢复了那当然了这得背着这个契摊那得偷偷的来那所以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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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往来呢就恢复了以至于在这个 呃宋徽宗啊联合金国伐疗的时候啊这个还曾经想过让高丽一块动手啊这个一块动手但是这个呃这个高丽呢自知自己的国力软弱那这个久不闻兵格所以呢他就没有这个参加这个战斗啊到了这个南宋啊那就不用说了因为这个 这个高丽跟南宋隔山陷海强大武力之下那当时这个后来这个海陵王完颜亮伐宋的时候那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呃他的这个这个呃谋士呢就曾经跟他讲说当当时今当今啊这个天下四分啊就是狱中有四国那疆域天下这个疆域根本就没把高丽当作是外国那所以咱们这个咱们这个 这个谋士跟这个海陵王完颜亮讲是吧说您要想建立不适工业您就应该把这四国都灭了这才能完成天下的统一是吧所以这个 这个呃呃 当时的这个这个呃海陵王不就出兵伐宋后来失败了吗啊到了元朝兴起蒙之后呢不过这个这个 蒙古人对高丽啊还算是挺客气 并没有把这个高丽彻底灭掉啊而是呢在这个高丽呢设立这个 征东行省由高丽国王兼任征东行省的丞相 是吧所以这个呃高丽呢就变成了元朝的附属国啊附庸国啊 而且呢这个高丽国王都得娶蒙古公主啊所以这个高丽的血统啊甚至都有蒙古的名字好多代高丽国王都是在元大都长大的那他们都有都有蒙古名字是吧什么玩者不花呀什么谱不花呀那都叫这些名字那甚至这个忽必烈把自个的亲闺女呢嫁到这个高丽国啊他比这个高丽国啊小二十岁那但是这丫头极其的这个生 是吧这个经常殴打国王那打着国王啊那就都觉得可笑是吧这国王被被家暴了经常这样是吧所以这个呃 这个高丽呢等于就成了这个呃元朝的这个附属国啊像他们的身份既是元朝的驸马又是元朝这个征东行省的丞相是吧所以这个元朝对这个高丽的这个控制啊等于说是非常的这个严密的啊等于说是非常的这个严密的啊等于说是非常的这个严密的啊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呢这个呃这个元朝随着他的这个国立的这个国王还都有庙号是吧文宗是吧还都有庙号到了元朝之后就不允许这个高丽国王有庙号了那所以高丽国王都都改名了啊就他们的这个王号都改改名了是吧哎对对有的人有的人不是说对了吗公敏王是吧公让王公他不能称 不能称什么宗啊不能称这个不能称这个这个这个不能有帝号啊哎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元元朝一衰落啊就高丽就也存在了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国立也衰落那然后但是他何去何从的问题啊这个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跟这个呃元朝的残残余势力啊共进退啊 就是他一跟这个就是跟北元共进退啊所以他一跟这个北元政权共进退呢那么这个他就必然得罪啊刚刚A英给了这么多这个玫瑰花啊他这个当时这个明朝建立之后呢元的势力啊所以当时的这个与明朝都特别生气这样一来的话这个呃 北蒙残残员就勾结这个高丽军队去进攻明朝啊但是李承贵是聪明人啊这就是耗子舔猫作死啊那根本就没戏是吧因此这个这个这个李承贵呢率军走到鸭绿江上的威化岛那这个地儿 一开始给咱中国啊让让咱中国在这发展这个生产啊到最后也这个没戏了啊也根本就这个没戏了我觉得没没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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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没有什么用啊所以这么一来的话这个呃 李承贵呢就率军啊从这个威化岛回师啊去这个 啊进攻这个这个呃 王晶啊进攻的这个开城啊打回到这个然后呢这个呃就是立了一个傀儡国王啊一两年之后就把这个傀儡国王废掉呢 然后在1392年啊高丽大将李承贵啊建立了这个呃就是废这个高丽国王自立啊然后建立了新的国家啊 他这个新朝建立之后呢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呃 呃 李氏朝鲜啊就是李氏朝鲜啊他这个新朝建立之后呢以前的国王啊以前那个朝廷是个混蛋是吧他竟然跟您这个作对啊 我呢是懂事的啊我明白过来应该怎么办了我不敢跟您作对啊说这个所以我这个就建立这个呃 新朝了那就要新建立新朝了那那我这新朝建立之后是吧您看我这国号叫什么好啊 国号呢是吧这个是这个叫高丽啊一看就是这个就国号叫高丽高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高山丽水的意思是吧山很高水很美丽啊就起这么个意思是吧 妈妈妈你小点儿妈妈妈妈妈小点儿 这个呃 这个呃 他说我这个新朝建立了是吧要求这个明太祖是吧你给我起个国号了了那我应该叫什么啊明太祖呢就给他起了个国号叫朝鲜啊 为什么叫这个朝鲜啊实践之光鲜啊因此呢给他这个起国名叫朝鲜国啊国在东方啊鲜目朝日之光鲜那你这个国家在这个东边那第一缕太阳这个意义起来那先照着你啊所以呢你这个国家呢叫朝鲜国那明太祖他也是这个应该说怎么他他没学过地理吗呢 他不知道有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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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国国际日期变更线呢可能第一缕太阳先照到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国啊他也不知道这了呢他就说第一缕太阳先照到你你就叫这个这个朝鲜国吧啊你就叫朝鲜国吧啊这么一来的话呢这个念着念着啊后来朝鲜啊可能这个音音有点像啊所以是实际上呢他一开始叫这个朝鲜国啊 朝鲜国这个建国之后啊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最后一个这个王朝啊就是李氏朝鲜从公元1392年建立啊到这个公元19横跨中国明清两代啊所以他等于是你看他这个高立国 基本上就是中国宋元两代王朝是吧再往前他三国鼎立是吧一直顶到中国的汉朝是吧所以他这个半岛上的那个这个这个改朝换代啊不多那不多他这个这个王朝都比较长啊 因为他毕竟这个小国寡民嘛啊然后他跟他跟外界也不怎么接触除了跟中国他跟别的接触不着另外就跟日本啊再加上呢他的这个这个呃就是再再加上他这个又跟 他内部相对来讲也比较容易统一比较稳定啊所以的话呢他的这个呃就是这个呃不像中国朝代更迭的那么快啊我去倒杯水去啊 这个呃 这个呃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呢这个朝鲜跟这个明王朝的关系啊 就非常的这个亲近啊 那每一代这个朝鲜王登基啊 这个呃就这个 对朝鲜是明朝的附属国啊 但是呢这个需要这个明朝皇帝的册封啊 但是呢这个明朝也就是在这些事上是吧 这个就是履行一下宗主国的这个权利 可实际上呢并不这个干涉他的内政啊 因此这个 明国明朝跟朝鲜的关系啊特别好啊 特特别好是吧 这个呃 后来这个 朝鲜到了第四代国王啊 那世宗大王的时候那他发现那个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 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去这个韩国是吧 他的那个那个呃 中央大街上那就世宗大象啊 然后一万韩元上原来韩元最大面值 是第一等吧 太子是这个呃 皇帝的继承人 世子是国王的继承人啊 这个朝鲜国王的世子 如果来华立中国三品官之下 就他的这个王世子是吧 如果这个来华是吧 是立在中国的这个三品官之下 这个如果是这个呃 这个中国当时派遣使者啊 一般都是宦官啊 或者呢是这个呃 行人司行人啊 行人司的行人啊 正八品啊 来到这个这个呃 朝鲜啊 来到朝鲜呢 这个朝鲜的就他见了朝鲜国王啊 要起来给朝鲜国王行礼 是吧 这个那么朝鲜国王要起立回礼 那就是给中国的八品官都要起立回礼啊 是吧 所以是这么一个关系 那到了这个里 李朝鲜第四代王世宗王 就今天一万韩元上印的五六块钱 是吧 所以他现在要发行五万的 是吧 发行这个五万的这个这个 韩元 是吧 我我母亲上次去这个这个韩国旅游 是吧 然后在在在中国这个换钱啊 在银行中国银行换钱啊 然后我就跟这个这个 跟这个这个呃 最后一个朝鲜国王不是高宗 是纯宗啊 是纯宗啊 高宗一九零七年就退位了啊 纯宗到到一九这个一零年啊 是吧 然后这个呃 这个 朝鲜国王呢 这个 以前我就跟他说 你给我换一张一万的 是吧 因为我我觉得那一万韩元 那个韩国的这个 那个那个国王 他那个像 那就很像中国明朝皇帝那个样子嘛 那世宗王很像 那然后我妈回来干人家银行说 没有那么小面额的 那都是五万的 那因为那个一万的才合五十块钱 没有那么小面额的 是吧 所以这个 那世宗王为什么这么被这个呃 韩国人重视 那今天这个韩国最先进的这个驱逐舰 就命名为世宗大王级 那那广开土大王是他的上一级 七千多吨就是就是将近一万吨 那其这个满载排水量将近一万吨 是吧 这个那个那个就是那种那种宙斯顿 宙斯顿这个驱逐舰 那就命名为世宗大王 世宗大王号 是吧 这个这个呃 所以这个 为什么呃 这世宗大王这么厉害 就是因为他创立了这个朝鲜文字 啊 朝鲜的这个训民正音啊 他这个文字叫训民正音 是吧 创立了这个这个这个文字啊 因为朝鲜啊 在历史上是长期使用汉字的 可是读音一品一纳啊 咱们这写是这么写 读咱读作天 他也这么写啊 但是他读出来 那你这玩意儿就就太 extinction了 你这个俩人见面聊半天你都听不懂 你写言文不一致 所以文盲就多 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世宗大王就说 那干脆咱们怎么念 咱们就怎么写 实际上这个训民正音 实际上就相当于拼音 这个韩文在创立的时候 当这个世宗大王 把这个 颁布出去的时候 把这一颁布出去 激起了严重的 反对 激起了当时的 国人 官员 贵族 强烈的反对 特别是文官们 朝鲜的贵族称为两班 这两班实际上就是文班和武班 这两班贵族 强烈的这个反对 特别是文官们 奋起反对 说这个 王朝的这个书 就叫这个 小华外史 就是这种这个叫什么 就是这个 野史 不是官修史记 官修史记 李朝实录 是吧 他那个书就叫小华外史 小中华 是吧 说我们号称小中华 是吧 我们怎么能这个 呃 这个 不能这个 就是我们怎么能 不用中文呢 是吧 谁才 这个 不用中文呢 是吧 这个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 那 女真 党相 蒙古 契丹 西藩 那这些民族 是吧 野蛮民族 才这个 自创 中国中文 中国人 我们自称小中华 那我们自然是中华 我们怎么能不用中文呢 那 所以就不让这个 呃 不让这个朝鲜 创这个文字 那 最后逼得世宗大王 没办法 他只能说 那说这个 呃 我创的这个 就是拼音 啊 汉语拼音 用来拼汉语的 那我不是这个这个 拿他来做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 朝鲜文字啊 我不是用他来做这个 朝鲜文字的 那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在这个整个高丽王 在整个这个朝鲜王朝时期 啊 李氏朝鲜 那 这个 朝鲜王 绝对是用汉字的 那 如果你不认识这个 汉字啊 你就只能是去扒了土克拉去了 那连经商都没戏 那政府的文告啊 官方的这个图书档案呢 那包括这个科举考试的这个试卷啊 这些东西 那全都是这个中文的啊 所以在当时可能只有这个没文化的人呢 还有这个妇女啊 那他才用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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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契丹文啊 不是才用这个这个就是这个朝鲜的一些个 比较忠于史实的这个电视剧里边啊 他写的仍然是汉字 那写的是汉字 你就包括那个明成皇后 那里边 是吧 你看他那个 那个教旨的落款 也是光绪二年 就中国用多少年 他也用多少年 是吧 所以这个呃就跟跟这个中国什么都是一样都是用汉字 那那不讲究的电视剧里就让老百姓写这个韩文了 不对 那就是读书人不可能写这种东西 那不可能写这东西 这就跟咱们今天都写汉字 那谁拿汉语拼音写信 道理是一样的 那道理是一样的啊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个呃等于是高丽跟朝鲜跟明朝的关系啊 非在位的时候出事了 那当时中国在位的皇帝呢 就是这个神宗万历皇帝啊 就是那个几十年不上朝啊 这个几十年不上朝 然后整天跟家数钱的那个啊 万历皇帝 万历二十年啊 当时呢 这个日本是完成了统一 那日本结束了长达一百三十多年的这个战乱 那就是这个这个呃战国时代 那结束战国时代 然后呢 这个呃战国时代出了一个大问题啊 就是这个呃没有 要下岗了啊 因为这个日本武士嘛 腰里别的两把刀 只会砍人啊 这个仗一打完啊 国家一完成这个统一啊 这个他这几十万人没有工作呢 也得不到俸禄怎么办呢 所以当时日本的大封建主 封臣秀吉 那就想呢 侵略中国啊 稍待就是这个这个 中国地盘大嘛 解决日本的这个人口过剩 和这个武士没工作的问题 那但是要想侵略中国 我肯定得先打朝鲜 那对他不能从这个黄海上游过去啊 那所以他就借到朝鲜啊 那么朝鲜 那说日本要打你 那但是明朝不肯相信 那明朝觉得太搞笑了 谁能打我 蒙古打我 这是真的 那小日本他敢打我 那不不可思议 那他自己还吃不饱饭呢 他能打我不相信 结果没想到 小日本说干真干 是吧 二十万小鬼子 那卖着两条小短腿 就渡过了这个对马海峡 去进攻朝鲜 朝鲜立国二百多年了 那个时候 1592年吧 立国二百年了 那文田武西二百年没打仗 是吧 没打仗 所以呢 他根本就不是这个日本的对手啊 这个逃到这个鸭鲁江边的新益州啊 然后向这个明朝求救啊 要求这个明朝啊 素派大军来这援助这个朝鲜啊 整韩民于水火之中啊 本来就很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 接到这个兵部的奏报 那就破例 上朝 主持这个内阁会议 那就是到底救 对朝鲜救还是不救 是吧 这个这个 这个很多大臣都没见过皇帝啊 是吧 一看这个 其实这个这个这个 主持人怎么换了 是吧 那一看这个袍服的颜色 知道这是皇帝 是吧 这个一般人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 不能穿着衣服嘛 那要不然都不认识他 那这小胖子 这是这是两派 是吧 这个 组合派 提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打仗没有钱 这个皇帝不拆饥饿兵 兵马未动 得粮草先行 我们打仗没有钱 明朝在统一王朝里是最穷的 是吧 为什么呢 就是他的经济政策有问题 重农易商 他不像宋朝 宋朝是重商主义的王朝 百分之六十的这个财政收入是商业税 是吧 你土地刨神 你能挣几毛钱 但是明朝不见 重农易商 把老百姓都圈在地里跟养猪似的 所以明朝 北宋的十分之一 南宋的六分之一 所以他穷 他没有钱 没有钱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怎么弄 怎么弄 万历皇帝一拍桌子 我出钱 打仗 我出钱 这个是这个 我给钱 开内堂 后来这个万历皇帝明朝跟努尔哈赤打仗 让他出钱 他都不愿意 他说这是打国仗 凭什么让我们家拿钱 他都这样 结果这个援助朝鲜 他出了钱了 出了钱了 他三年谈了四年 谈了四年 就是万历抗窝元朝 在这个这个 朝鲜历史上 广着叫任常窝乱 任臣窝乱 任臣为国战争 日本历史上 把这叫做庆长文禄之义 庆长年间和文禄年间 两场战役 明朝耗费仅第二次抗窝元朝 他这个七年是两次 仅第二次抗窝元朝 明朝就耗费躺银六百万两 牺牲了三万将士 然后才把这个朝鲜救下来 然后这个万历 这个二十年开打 打到万历二十七年 万历二十八年 明朝军队就全部撤军回国 所以这个宣祖大王啊 激动的不得了 那首书四个大字 再造翻邦 刻在这个南汉山上 今天仍然可以看到 磨牙时刻四个大字 而这个宣祖大王非常激动的说 说这个这个 中国由父母也 我国与日本皆子也 然我国孝子也 日本贼子也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要念念不忘 这个这个 就是大明再造之恩 宣祖大王驾崩之后 儿子光海君继位 为什么这个人没有 因为他一继位 明朝跟这个努尔哈士打起来了 那正是明朝抗窝元朝的那些年 努尔哈士崛起于这个白山黑水 那所以一下呢 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 明朝军队 打了大外 然后萨尔虎一战 这个朝鲜呢 曾经派了一万五千军队 去跟这个 这个 明朝 配合 作战 但是这个 这个明朝军队 全军覆没 连元帅江弘历都被俘了 是吧 所以这么这么一来的 这个结果 这个 朝鲜的这个光海君啊 就吓坏了 就给这个 努尔哈士写密信 那意思就是 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那但是这个明朝的恩我不能不报 那可是我以后绝对不会打你了 你也别打我 那咱们就都都这个友好相处就完了 而且呢 这个光海君和再三嘱咐这个 呃 努尔哈士啊 就这封密信 你千万别发微博 别发朋友圈 那你想 努尔哈士多 多狡猾 那老奸巨猾 吗 是吧 所以不 朋友圈 是吧 这个去 随便发 随便发 这么一来的话 这个没等大明向朝鲜问罪 朝鲜的大臣们就不干了 发动了这个政变 把这个光海君废掉 熏瞎双目流放江华岛 然后福利仁祖王继位 仁祖一继位 马上就宣布光海君跟努尔哈士的所有的约定 一概作废 那我们仍然是这个大明的 然后等这个 那个努尔哈士啊 那会儿的也已经去世了 那因为跟这个袁崇焕打宁远 那然后这个 一说是受伤 那一说是生气 那反而就死了 然后皇太极继位 那皇太极继位之后 为了给不听话的朝鲜一个教训 那两次出兵 征伐朝鲜 第一次是由这个英亲王阿纪格指挥的 第二次是他本人御驾亲征 十万八旗禁旅进攻这个朝鲜 第一次的时候 朝鲜的人祖王还能避入江华岛 到第二次的时候啊 清军带着粮食种子 带着这个海水结了兵 新华的这个这个这个江华岛 离着大陆只有几公里 也是那岸边的一个小岛非常近 所以这个八旗兵塔兵而来 就攻占了这个这个江华岛 朝鲜国王就被迫臣服 在这个汉城郊外设坛 恭请皇太极登坛 然后呢向皇太极行了三贵九寇的君臣大礼 就是给皇太极下为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宗主国 但是呢他虽然是以这个清朝为宗主国 可是呢他并不就是反对明朝 而且还派人去跟这个明朝说 那希望明朝当时是这个明朝当时是这个这个 重贞皇帝在位嘛 那重贞皇帝也表示很很痛苦啊 是我没有能力保护你 这不赖你 那不赖你 那所以一直到这个朝鲜的这个这个 呃君臣痛哭流涕啊 说这个呃 这怎么说啊 说天崩地解啊 天崩地解 是吧 就是然后君臣分析 为什么这个 朝这个大明父母之邦会灭亡 这个这个呃 才才才这个国家呀 才灭亡 就是大明父母之邦之王也 那未尝不始于东征 是因为这个东征太使劲了 所以他灭亡了 那怎么办啊 就是我们这个朝鲜啊 要永远的纪念大明父母之邦 要让这个天下万国 闲之忠义之士 那我们永远这个忠于大明 那可是大明都已经灭亡了呀 是吧 这个这个 你你特别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你纪年 你怎么就有办法 那你得用康熙多少年 老百姓根本就不用 根本就不用 不认可这个清朝 所以你这个你这个纪年 怎么纪年呢 是吧 就是这个这个想想一个招吧 那怎么纪年呢 就是用这个呃 崇祯后 多少多少年的这个纪年方法啊 就是大明崇祯后 多少多少年 是吧 崇七年 是吧 16这个44年就已经这个完了 那所以崇祯的最后一年 那是1644年 那怎么办呢 啊 这个朝鲜就发明了一个大明 那可以一直厚下去 那能够一直厚到这个这个 厚到一年都可以 那都可以 所以在这个1930年啊 国民党元老张继那访问这个日本占领下的朝鲜 那就发现这个朝鲜的知识分子啊 是吧 这个写信啊 跟他比谈落款 是吧 竟然还在用这个大明崇祯后啊 假身大明崇祯假身后是吧 300多少多少年 还在用这种这个纪念方法 是吧 因为崇祯的最后一年是假身年吗 是吧 所以崇祯假身后多少多少年啊 还在用这这样的这个方法来纪念 是吧 那么朝鲜一直到什么时候 那才算是正式这个 哎就刚才这个初代小藤真说啊 这个英宗大王的原话 那他是中土万里 禁批兴会 异于海东 独保干净啊 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 那清朝战了 这个灭了明朝 那就是这个中国文化就完了啊 后来一直到乾隆时代啊 这个朝鲜的使臣 觉得那中国的文化没有灭亡 那虽然是满足入主的中国 那但仍然呢 是这个孔孟之道啊 那仍然是这个这四书五经啊 这些东西没有灭绝 这才这个回去跟这个朝鲜国王才讲 跟朝鲜国王一讲 这个朝鲜国王呢 才开始这个这个就是对这个清朝改变了这个态度 啊 那么但是呢 他也是对这个一个谢谢天津老同志啊 送过这么多 这是什么呀 新啊 这个每一个这个史臣朝鲜史臣来华 那都肩负着一个任务 就是搜集明朝的文物啊 只要有明朝的文物 就想方设法 要搜集到那 然后要带回到这个朝鲜啊 据说连这个崇祯皇帝的这个史这个首书 那都被这个朝参不到了 那都不容易这个这个看到了啊 这个所以就是带回到这个这个朝鲜去了啊 这样一来的话呢 等于这个这个朝鲜就是呃 一直是这个跟明朝关系好 那跟清朝关系不好 可是 崇祯以后那朝鲜 不是这个这个乾隆以后啊 朝鲜的这个呃 就死心塌地的那 这个归顺了这个这个清朝 那以至于他后来这个呃 独立建国那建立这个这个大汗帝国的时候 那他的这个太极国旗上都有一行文字啊 这叫大大清藩蜀 大汗叫这个这个 还还还是别人的这个藩蜀国 那所以这个就就是呃 挺牛的了 那挺牛的了 那所以这个朝鲜就一直是存在到了这个 这个1910年嘛 那被这个日本吞并那日韩合并条约之后 那吞并了这个朝鲜那这就是中国跟朝鲜的关系啊 也简单的就介绍了一下这个韩国的这个历史啊 本来是呃我写这个世界历史很有趣这套这个从书啊 我本来是写的这个呃想想写韩国史来的那但是呢 因为这个可能自己很了不起那这个呃 但是他他毕竟那个呃影影响不是很大那所以可能最后写不写的就不知道了那看出版社的这个要求了那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呢 呃也可以这个呃自己上网上搜一些书那搜一些书这个去看一看这个韩国的历史啊 呃 然后就是有一些问题我简单的这个呃回回答一下那就是有人问我说这个古装剧里啊经常会出现男扮女装的剧情 古人真的都看不出来吗啊啊这个很有可能啊因为我讲过也不止一次了是吧这个就是为什么会看不出来男孩女孩都在一起那另外呢就是穿的那衣服是吧包括这个这个这个呃什么这个宽袍大袖啊什么这这这这些东西他都看不出来有这个男女的这个区别来呢 那所以真有可能是看不出来的啊然后有人问这个古代人都不剪头发怎么洗头呢所以古代洗头是一个这个很隆重的这个工程啊很隆重的工程那就是为什么古古代广这个洗就是洗头是吧嗯就是洗身上那他这个古代人如果是近视眼怎么办没办法那没办法明朝以后才有了眼镜那从西方才进了眼镜那时候没办法那所以这个 古代人这个古代人这个就是这个这个眼镜很早就失明的这个有的是啊这个有的是是吧这个古代人用什么方式避暑古代可能没有现在这样的这种桑拿天啊这个没有这个这个桑拿天啊这个他们因为那时候没有这种工业污染那所以古代可能没有这么热啊没有这么热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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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是吧这个这个这个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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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侮辱啊所以你像这个明朝杀人是在西四啊清朝杀人呢就是在菜市口啊都是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呃都是这个这个这个就是呃 啊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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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最烦华的地方杀人啊都是这个这个意思是吧 对啊这个初代小藤真问那说朝鲜半岛北部属于中国附属那么南部是当地土著自行建国吗对南部是当地土著就三韩啊南部是当地土著啊 有人问我唐朝的官话是普通话还是河南口音 肯定不是这个普通话 肯定不是 也不是河南口音 是不是他恢复了唐音吗 这个古代即行让参观 让参观 八卦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 真的是有华勇 英军里边有华勇盈 有华勇盈 也不见得是客家话 反正就是像泉州什么那边 他们就是这种语言 他们说比较跟唐音比较接近 比较接近 就是这样的意思 是吧 好啊